我们看到接着上一次 我们就是跟这个表 表拿下来以后 等到清戒的时候 表就要拿下来 我们看今天 现在第二条 第二条仲戒 若诸菩萨 现有之财 性 谦财固 就是他很奸贪 性奸财固 有苦有贫 无依无户 正求财者来现在前 不起怜悯而修会舍 那这边 上次有教大家做笔记 那个奸财 那个奸 把它画起来 像我这样子 我在做的时候 我都是 就是很清楚的 例如说我看到这个奸财 为了让自己更清楚 看他这边奸财 这是很重要的 这条戒 他半戒的根本是在于什么 现在是先谈奸财 奸财这件事情 所以他对于有苦 或者是贫 就是受苦的人 或者是贫困的人 没有依靠 无忽 无依 无依就是指说他没有 他孤苦伶仃 没有依靠 没有人去设受他的 没有医啊 无户呢 其实就是说他年纪比较小 没有人把他服裕 就是无户 比较严格讲是这样 事实上没有医户 其实就是指这些 观寡孤独 这些需要照顾的 你看 因为他奸财嘛 所以他 所以后面会讲什么 你把后面那边 就是可以就画起来 奸财 所以后面他说 正求财者 有没有 正求财者 这是不是这条戒 的第一个重点 他就是专门对于什么 奸财这件事情 对不对 正求财者来现在前的时候 他没有起一个怜悯心 而修会舍 能够把财布施给他 那看下面 下面不是有讲 下面 下面第二个是什么 对谁 正求财者 对正求财者来现在前的时候 那他现在换 换第二个换什么事情了 你看 你看我的做笔记方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就非常清楚了 是因为什么 性做什么 现在做什么 签法 同样 同样一个文里面 当我自己做这样子的一个画技的时候 我是不是对这条戒 我怎么去持守 我非常的清楚了 这条戒他主要是因为我 什么样子的心态造成 违犯菩萨道的 迁力 就是迁滩不舍 舍不得 小气鬼 迁滩 那迁滩呢 那迁滩呢 我对两个方面的迁滩 一个是对财的迁滩 第二个是对佛法的迁滩 我说不要以为迁滩 我说不要以为迁滩是对 多重 是对这些外在的物质的 我们对法的这种的迁滩 对想要来求法的人 我们也舍不得给人家 那对财的迁滩 但我们比较容易了解 财的话就是外在的这些物质啊 这是属于财的部分 那对法的迁滩呢 他就包含两个方面的 第一个我们很容易知道的 也是属于物质上的 法上的迁滩 分成两个方面 物质上的就是指什么 什么样的法 有形象的法是指什么 我们这些精卷 我好需要这一本经书 我很需要送 不行不行 我只有一本而已 不行不行 我只有一本而已 你拿走了 我就没有了 哇他知道他正很需要 也许呢 哇他现在正很需要 这本这本地藏经 因为他可能也许眷属啊 刚有一些什么事情 他很需要这一本 不行不行 我只有一本 明明你现在就没在送 你现在可能是在修学其他的 你现在就没在用到 假如说你正在用的 他也许就跟你轮流着看 你现在就没在用到 你宁愿把它摆在架子上 也不要先借他一下 你觉得说借给他以后 借是可以的 可是我三不五十 假如我哪时候 我留意想到想送的时候 我就不方便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也不是绝对的健康 可是我就会想到什么 我三不五十 我三不五十 有可能会送到啦 这样子我到时候就没了 这种的签摊 或者这一份的 这一份的这个法宝 还有稀有难得 好不容易才取经取道的 只有这么一份 所以就起钱贪 这个都是属于对法的钱贪 然后另外一个呢 对于 我们有能力啊 我们有能力 对于这个法 我们能够去了解 对于法呢 对于法 我们能够有圣洁 我们能够有圣洁 我自己对于法 这么不容易的法 哇 我千里迢迢 远渡重洋 哇 终于听到这个法 叫什么 于法圣洁 知道了 回去呢 你下次跟我远渡重洋 我在告诉你 哇 这个就变成什么 哎 我 我觉得 我舍不得把我千辛万苦 得到的这个什么 这个法医呢 让你这么轻易就得到了 哇 这样子呢 我们就什么 我是有办法呢 我对法有圣洁 我已经了解了 我有 而且我有能力 可以什么 告诉你 可以悬缩 可以告诉你 可是我缺什么 哎 觉得我这么不容易 自己的取到的东西 我舍不得 让你这么轻易得到 或者是说呢 其他的 不管其他的什么样子的 也许是觉得说 哇 你这么容易 你就懂了 我仅仅仅你就这么一点点而已 其他方面 我都很不如你 啊 我再跟你讲以后呢 啊 我就输你输的 输得一大 更之一大截 哇 可能为了胜负 还是为了嫉妒 哇 啊 这些等等 很多的种种因素 我们对法圣洁 啊 我有 我也有能力去宣说 可是我却什么 哎 信迁法 舍不得告诉他 哦 所以这种 这种都是属于对法 他说呢 虽有宪法呢 而不舍失 这个是敢舍 而不仅师 其实是舍失啊 这是版本不一样的关系 而不舍失 我舍不得舍给他 是名第二 他胜处法 他胜处法呢 我们那天有说过了 什么是他胜处法 是被谁胜负 哎 现在就改成什么 被迁迁返劳胜负了 上次第一条戒是被什么胜负 胜 所以这个他第一条戒指的是谁 胜 那这条戒指的是谁 牵 所以为什么要让你们 把每条戒 把那一个 那个他要圈起来 不然你到底被谁打败了 我们都不知道 哦 原来这条呢 这条戒 我们犯戒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被我们的这种 牵令的心呢 打败了 好 那这里也要简别一件事情 你看 前面 我刚才让大家呢 把它画起来 为什么这句很重要 正求财者跟正求法者 正求财者表示说 他现在正需要 他真的有需要 你不要什么 锦上添花 他现在就不需要 然后又并布施给他 或者他现在根基就没到那里 你硬把什么 送地藏经很好 你现在就需要送 快点正负给你 快点送 他就会退失掉了 所以对正求财者 或正求法者 表示他现在什么 他是正需要 有求 他需求 他需要的 所以我们当中 讲说 法假如不对积的话呢 怎样 半句多 你话不投机 半句多 你法不对积 也是什么 半句都是多的 假如他并现在 并不弃机的话呢 你给他这些经卷 那是不对的 对他是没帮助的 他不弃机呢 这里我好不容易 远度重养取经 我已经懂了 我赶快跟你讲 所以我们学了以后 回去先内练一点 看人家真的有需要 也很想知道 求法 就真的不辞疲倦的 赶快来教他 假如人家也是什么 哪需要你讲 更不想听的话 也不要拼命 只跟他讲说 我不能迁华 与法胜解定 所以说 我快点告诉你 所以这很重要的 就是这条件 词戒的重点 一定要认清楚 他是不是正需要的 正求法的 正求财的 他是不是正求法者 我们必须要分别清楚以后 然后再看 我能力可以给他 给他什么东西 那假如说 哎呀 他正求法者 我有的是经卷 但是我对法 我实在是 我也一知半解 然后我也讲不太出 所以然 你就不要硬在那边 什么 瞎掰 听了一点 我都自己还没搞懂 然后就扯到他边去了 所以中国古德 在中国儒家教育里面 有一点 其实也是很好 就是说呢 我对于这个东西 我了解有十分 他可能很保守的人 他只讲三分 最多也不过七分 他不会讲到很满 他假如他不会说呢 知道三分 就什么 哇 就趕快吹吹吹 一直讲一直讲 就讲到七分去了 东拉西的扯到七分 所以就是说一定会发生能够什么 圣解 一种圣解力 圣解就是一种了解 你能够 真的能够体会了解到那个法的意义 所以就是这条界的重点 刚刚讲的对正求财 正求法 表示说他对于正需要正有需求的 而且呢 我对我现在所告诉他 我立能轩说告诉他的 这个对这个正求法者告诉他的呢 他也什么 他也堪 堪能接受的 例如说他不是 他就小学都没必 才读个一两年 没认几个大字 你给他一部呢 华严经 也许他现在真的很需要法 可是对他来说什么 太难了 他根本就不堪能 这样子也不是的 他不只是正求法 而且他要堪能 或者是呢 他这样的程度 他的确是很需要佛法 很需要佛法来开导 可是我与法圣解 我赶快为他说第一异地 哇 听了啥都没 听不懂啊 搞不清楚啊 这样子也是不对 所以就是说 怎么样才会构成这个迁滩 这是对正求法跟正求财 而且他是有需求 而且看守 看守你现在给他的这一个的 这是这一条界 就是因为迁法跟迁财而来的 我们看第三条 洛珠菩萨掌养如是种类 愤禅 这个红笔圈起来 愤禅 由是因缘 不为发起 出言辩习 由愤必顾 加以手足快食 刀杖垂打伤害 顺恼有情 好我们暂时先到这边 在我们的水烦恼 我们在烦恼里头有分根本烦恼跟水烦恼 根本烦恼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移而见 那水烦恼就是什么 水水了而出现的根本烦恼 所以水烦恼它就都是有各属于根本烦恼的 各属根本烦恼 那这个称啊 这条界叫顾称界 这个称呢 它就是根本烦恼 那它底下这个戒文里头讲到呢 愤啊 或者后面讲到的恨啊 这些就是属于它的什么 由根本烦恼而 不带而起的这些什么 随烦恼 随根本烦恼而起的 所以我们对称属的 对属于称的这几个 根本烦恼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 其实这个我们以前在其他地方曾经讲过 愤啊 恨啊 恨啊 恨呢有时候有的人会把它叫做说 会讲说用恨慧 在这一个这一部论里面呢 尤其是论里面它通通用恨慧 其实只是只恨 愤恨 啊 讲再进一步呢 那 对 好 我们先来谈这一个 愤啊 愤就是 用我们现在比较白话一点的来讲 就是一种什么 不平 一种不平 愤愤不平嘛 有不平 再白话一点 就是什么 看不惯 其实看不惯呢 这是一种维系的愤 不平 这样子 恨呢 就是把我这个看不惯 我这个愤的这种心呢 把它什么 哎 长时间的什么 记住了 长时间的什么 记住了 我长时间记住了 我用白话一点 长时间记住了 这就是什么 恨 这种的不平 记住了 下次又累积了 不平 我又记住了 所以 当我这个愤啊 恨啊 我一直累积累积下来的时候 我再来就会开始什么 动之什么 身口了 哎 我就会什么 哇 有这个 脑这种 这种的一些行为 脑害的这些行为呢 会出现了 所以他说 若诸菩萨 掌养如是 种类 愤禅 禅呢 就是指烦恼 在烦恼呢 有好几种 艺名啊 有的地方叫做禅 禅就是好像绳子一样啊 这个烦恼像绳子一样 把我们绑住了 叫做禅 所以在佛学纲药里面 有一个叫做什么 食禅 所以烦恼有时候是叫做禅 那有时候叫做什么 使 对不对 使一行人 所以有使使 有时候叫做什么 结 所以我们讲到结 讲到食 禅 这个都是指 这个其实都是指烦恼 只是就烦恼 它会产生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 所以我们给它的名称不一样 结 心有千千结 心里打一个结以后呢 哇 你看烦恼在心里 哇 那个就好像心里打一个结一样啊 这样子 做什么东西都要去 啊 卡到那些烦恼 你就要去什么 很不顺的去 啊 办到那个烦恼 所以这样一个结 是啊 它会使一行人 这烦恼啊 我们不能驾驭我们的心 我们是被烦恼驾驭了 停止生气 不行 就是生气 就是生气 就是气的 就是要乱摔东西 啊 这就变成说 被烦恼所使忆了 被烦恼所残忽了 自己就在非常的 非常的痛苦里面呢 做像作俭制服 残忽把自己残起来 所以结识 残了 这个都是烦恼的 意名 所以他说呢 假如啊 一个 啊 修学 菩萨界的人呢 周珠菩萨 掌养 哦 很重要 这个掌养 掌养就是指什么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说什么 掌养 愤残 愤叫做什么 只是最初的一个 看不惯 那他怎么样 才会变成恨 哎 你要什么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所以这个掌养很重要 掌养指的就是什么 这个也是在我们修行上 佛法里面一个很专有的名词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串息 像成串一样啊 硕硕的你一直练习 所以 呃在我们生命里面呢 你常常在什么地方练习 你就会在那边得到很丰硕的成果 你常常在 我们常常在 啊 生气里面呢 一直练习 每一次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哎 这一次生气呢 可能就只是生气 摆了一个臭脸而已 啊 下一次生气呢 哦 可能就什么 你串息了 就会变成一股力量 哦 下次生气起来呢 我可能我 我发动的 哎 就变成是乱摔东西了 下一次在生气的时候呢 可能乱瓢萌了 再发现的东西呢 哇 就开始被别人发作了 哦 这个就是什么 串息 你 你 你花的心 你的串息 把自己的这种习性啊 你把它 乘出来不停的练习 一直练习的 你你花在哪里 你你成就就会在哪里 那就成就就会变成 以后什么 哎呀 哪个点 我们现在怎么一碰就什么 立刻就火山爆发 就会在那个地方呢 变成一个串息的力量 那这个恨呢 其实就是由愤 这样子一直累积串息起来的 所以这点讲了 啊 掌养如是种类 就是掌养 什么样的种类 就是刚才讲的底下这个的 粪蝉 这样子的粪蝉 粪蝉 粪的这个种类就是什么 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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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直一直 啊 滚起来越滚越大的 越滚越深 然后爆发性越响的烦恼啊 所以他说呢 他一直串息串息这样 这一类的 把这一类的烦恼 由粪而起的这个三页呢 就是一直把它串息起来 啊 由是因缘啊 由此因缘 这个此因缘 此还是指谁 就是这个粪啊 这个粪恨的这种烦恼什么 串息啊 啊 时常时常的串息 掌揚这样的因缘 所以这个是其实就是指什么 前面那一句啊 就是指说 我这个粪 这种不平的烦恼 这种啊 恨慧 这种称分的烦恼 一直串息 我常常掌揚他 我常常一直在这边练习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以这样的因缘呢 不为发起 所以就是我们讲的啊 你一直串息 一直串息起来 长期你就记住了 就变成恨了 然后再来 接下来就会什么 不只是发起什么 粗言变息啊 你看发起什么 哎呀 你就会动到哪边了 脑出来了 不为发起呢 粗言变息 啊 这个粗呢 有的地方 其实这是古字跟金字 有的地方 它会写成像路的这一个粗 都没关系了 整个这个 古字跟金字而已 有的就是发起什么 粗言就停止了 可能就是什么 乱吼乱骂 乱凶 就停起来了 他说不只是这样啊 由粗必顾 就是由这个粗 这种不平的心 因为我一直长养 一直串息啊 结果他说什么 臂 臂就是复臂啊 他就 这种愤恨的心 结果我一直长养他 一直串息 一直串息他的 一次一次以后 他就把自己什么 复臂了 覆盖我们的心了 遮住了 把我们本来的理智 把我们的理性 全部都遮蔽起来了 所以我就会开始什么 加以什么 手足啊 筷石啊 刀杖啊 可能去垂打 伤害损扰友情了 你就开始呢 去伤害众生了 有的人呢 他只要出门 常常被狗追 所以他只要看到狗 不管这只狗 现在有没有追他 他就什么 哇 长起的粪 然后现在就起什么 恨 所以下一次就什么 这只狗又开始要追他的时候 他就什么 开始给他丢东西了 开始踢他了 哦 就会开始伤害损扰了 其实点滴 其实他的这种行为 绝对不是第一次就这样子了 一定是过去就一直串起做起 也许他 之前追他的不是这只狗 可是呢 他已经累积串起到这种的程度了 所以只要什么 一触即发 一触即发 所以当一个人起 这种称心的时候呢 会 摔东西 乃至于是会甩门啊 会有这些很粗鲁 动自身口的动作 其实 这个已经是常洗啊 常识的 都是让自己串袭在这种什么 愤恨的心 都没有对峙 所以才会让呢 一点小的因缘 就会什么 就会发自发动身口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摔 这样子的乱的 乃至于说 啊 这样子看到狗就踢啊 就这样子 啊 去伤害的 所以他说呢 内怀猛力 憤恨以乐 你看 啊 他自己内心里面 因为他常使这样子窜息 所以窜息出来 他的力量 不是只有复辟心而已 他那个力量就变成非常的强了 所以呢 他就怀着什么 哇 他的形容实在是很恰当 什么 猛力 哦 这个非 本来恨只是常使记恨在心里 只是一个很隐 很隐蔽的这样而已 可是呢 他已经是变成一个什么 很猛力 哎 很猛力的这种心了 猛力的什么 憤恨的 意乐 意乐就是他的心 你看 哎 他的心 我心现在我最想做的是什么 最想做的是什么 赶快发现一下 赶快什么 啊 这样子发言粗暴 乃至于呢 摔东西 乃至于这样子的 啊 这种的发动 让人家知道说我在生气 哦 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猛力 很猛力的这种烦恼了 很猛力的愤恨法意乐 好 内怀猛力愤恨的意乐啊 啊 有所违犯 他来见谢 啊 有所违犯 这个有所违犯呢 啊 他的主词是指别人 啊 别人 对自己有所违犯的时候 比如说 啊 别人也许 讲哪句话自己看不惯了 所以我刚才讲 他其实是长 长年长期的 一直累积自己的这种 这种的 呃 呃 烦恼 所以呢 想去戴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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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许哪个地方就是碰到他 不满意的地方 或做得让他不满意的地方 他就开始发作了 哦 所以他他人对自己呢 啊 别人对自己有所违犯的时候 就是说啊 不顺自己的心的时候呢 啊 他来 见 蟹 即使对方呢 啊 他来什么 啊 这里这里的见蟹呢 是包含两个部分 哦 剑跟蟹 剑呢 就是指什么 成剑 啊 谢呢 就是什么 谢罪 因为自己呢 长期串袭这样子 啊 这这样子的一个 啊 憤恨的这种意热 这样子猛力的这种烦恼啊 所以 对方来有所违犯的时候 怎么样违犯 他有可能是什么 成剑 他来劝诫你的 哎 不是对方错啊 是因为你有某些地方呢 啊 这种 啊 也许是围恼大众 也许是围恼到对方 他来什么 劝诫 好意的劝诫 但是呢 我们都觉得他来违犯我 他来是不是来找杂的 哎 他为什么专挑我毛病 哇 你就什么 你就会 我们就会发作了 或者是什么 哎 他是实地上有所违犯 来跟你道歉的 谢罪 不受 不忍 不受就是什么 不接受 啊 不忍就是什么 不同意 我不同意你给我劝谏的这个内容 嗯 那是你的想法 那是什么 我听不进去 那是什么 不同意 所以我们在戒律里面呢 常常会讲忍 谁不忍者说忍 忍就是同意的意思 啊 所以他的人来成见或者是悔谢啊 啊 或者谢罪悔谢啊 啊 结果呢 这个 他因为愤恨的心啊 这么很强的这种恨意啊 所以他不接受 而且不同意 啊 不舍怨结啊 哇 他就是什么 啊 舍不 啊 舍不下 放不下自己内心里的这个什么 怨 啊 怨恨 啊 其实怨也就是恨的意思啊 这个怨恨的什么 结实烦恼 刚才说了 结实缠 其实都是烦恼 没办法 放不下自己的这种 啊 怨恨 啊 这种愤慧 这种猛力的 啊 啊这个称恨的这种烦恼啊 所以是名第三 他胜处法 所以这是啊 菩萨呢 第三 第三样呢 我们会被 这个他现在指贼 贼 现在指贼 哎 奋 奋 奋禅 啊 就是这个奋禅 所胜服的 啊 就是 我们就被这个奋恨啊 这个奋的这种奋恨 奋的这种烦恼呢 啊 所打败了 这样子的话就是违犯到呢 啊 菩萨界的啊 是中间的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 固称界 好 啊 啊 接下来 啊 第四个 啊 磅菩萨障 啊 啊 啊 这个 奋菩萨障 到底我是用什么样的烦恼啊 啊 这个在戒文里头就比较看不太出来了 啊 啊 那我们等一下呢 大家 啊 用脑筋想一下 啊 去体会一下 现在是什么烦恼造成的 啊 他说 若诸菩萨 啊 磅菩萨障 啊 他毁谤菩萨障啊 啊 例如说他毁谤说大乘非佛说啊 这种都是毁谤菩萨障 啊 他毁谤菩萨障 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 爱乐 宣说 开示 建立 向事正法 他做了底下这些事情 他很乐于做什么 宣说 啊 啊 宣说就是说 啊 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说法 我再继续把它什么 发扬 我再继续把它举扬 再把它提出来 把它发扬 这个叫宣说 啊 或者是什么 哎 开示 啊 在法拉经里面讲什么 开示 误入 开示是指什么 把本来的这个 前面 宣说 啊 宣说就是指说 本来有这样的说法 我再什么 重新再把它什么 宣说出来 啊 把它举扬 重新再把它宣扬出来 那开示就是什么 本来这个说法 我继续什么 开产它的意义 再把它发扬光大 继续呢 举一板三 哦 把它发挥的更淋漓尽致 啊 建立 哦 不只是把本来的去把它 继续宣说 继续 啊 产益 产阳 而且还什么 建立 建立表示本来有没有 没有 表示自己创的 自创新说 啊 这个真的是 是说心语啊 啊 另外呢 提出自己的宗旨 啊 虽然在那边宣说开示建立的是什么东西 像是正法 啊 像是正法 那现在呢 就是要解释这个像是正法 他讲又是像又是是 啊 其实像跟是呢 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 就是像的意思 啊 什么是像是正法 哦 他主要呢 在 啊 耶稣律里面提到呢 有两种的 啊 像是正法 那在这里我也要顺便提提一点 就是说 我现在在看哪一部论 我就要用那部论 或者是那部经 他本来已经有的东西来 解释这一部 你不能 啊 我以前在哪里 哪里听什么 有讲到像是正法 我就把那个拿来解 或者我在哪里有看到 就把他拿那个来解 哦 这样子呢 你会非常的杂乱 而且杂不到经义 因为 啊 在 啊 过去的这种 啊 翻译经典 乃至于流传里面呢 有些时候同样的一个名词 他用同样的名词 但是 啊 他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他代表的意义 跟含照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啊 当我们在看这个法的时候 你才看别人的这些注解 你去看这些讲 又看着 人家写的东西 怎么样子去检别 他这样讲 对不对 这个是可以检别的 不是 哦 某某人讲记 某某人讲路 啊 这全收了 啊 不是这样子的 你看了以后一个转 这个在 这个 这个 我现在修学这个语写戒本 这个出自于协师弟论 同样这个 他在这里有没有讲到 啊 假如这里没有讲到的话 同样 于协部里面的有没有讲到 再没有 你才什么 往外找 哦 这样子我们在解经解义的时候 等于解却消闻的时候 你才会非常的准确 不会人云亦云 哦 那像是圣法呢 啊 他主要是分了两个在一起是地论里面有讲 其实他就是有一个施教正法 跟什么 施行正法 这两个都常常会让我们迷惑的 以为那个是正法 这是在于协师弟论 我以后我写T呢 等一下让我们知道次数 T就是大症状 大症状呢 R30册 872 的西栏 872西栏的第10行 我们在做笔记的时候 像我在看帐经 我看什么 我都会这样子 这是第几册 第几页 然后他每一页 症状里头他都分三栏 上中下三栏 ABC 这是第7来 从前面数来第4行 那我这样子 简单的这样记下来 我下次 也许我现在我只是做一个表解 我没有全文赢 那下次我要再回对的时候 我能不能找得到 找不到 啊 我要告诉别人 别人假如不相信我 我这样说的 你去回自己去查嘛 这个都是我们一种 学习的一种态度跟方法 我们来看 这个什么是施教正法 什么是施行正法 施教正法呢 他就是指说呢 我对非法 我对非法呢 我却是 心里面却是把它当做是什么 是法 当法想 就是非法法想啊 就是他他是对非法呢 我是做法想 然后呢 我也什么 诶 天下不是有讲吗 宣誓开释建立 宣说开释建立吗 我也 我也是什么 我也去把它 开禅 我去开禅啊 宣说开释这一些啊 我去 我 我既然把非法当法想 所以我宣说开释 我显示的一定是 显示哪一个 是法还是非法 就会变成 我把非法当法想 所以我 我在显示开 这些宣说 啊 开释建立的一定是什么 我显示 所显示的 还是什么 这个非法 我显示这个非法呢 啊 因为我把非法 当做法想 所以当我显示这个非法的时候 我希望众生把它当做什么 法还是非法 嘿 就是把 希望众生呢 啊 令众生呢 做什么 法想 啊 所以是我们 啊 在经商呢 啊 非常呵折的 啊 一忙一群忙 你自己没解好 你自己没学好 结果你 你就 影响到一大堆人 啊 让他们呢 啊 都 啊 没有证件啊 啊 然后让众生呢 觉得说那是 那个是个证法 啊 啊 觉得那个 这样子的法教呢 哇 是真实的 是第一异地 哇 所以 啊 就是 他明明就不是正法 但是他却什么 嘿 换装 变装成正法的样子 像是 却像正法的样子 来什么 显现在众生的面前 啊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试教 很像正法的法教一样 显示在面前 啊 这个叫做 试教正法 啊 举个例子来讲 啊 像 啊 尤其 啊 已经出家了 啊 你出家了 是法师 你所讲的东西 啊 信众呢 很容易就把你当做什么 像佛说 像圣子一样 哎 对啊 佛法就以为 因为你一个一个的你的生 因为三宝 生的 生宝 其实他就是什么 来弘扬正法 弘扬佛所作的叫法 所以 不管你说的是什么 当你是一个生宝像的时候 你所 红传 你的所有的生与意义所流传出来 人家的解读就会觉得 代表佛法 代表佛的叫法 所以当我们这个地方出错的时候 人家就还是众生会把它当什么 当法想意为是正法 啊 更何况 假如你是一个 诶 正式的课程 哇 你已经正式开 你说凯与前十六 正式的课程 可是我们在讲的过程里面 也许我引到的 哎 你是用其他的 像刚才讲 其他的来注解的 结果已经有偏差到一点点了 但是人家还是会把它以为说 那个就是正法 就是真实了 所以这种都是属于什么 这个都叫 世教正法 所以不要以为说我违反到这个好像很 不太会啦 我又不会去做那种写法 哎 我们在正法里面 我们常常不小心 假如自己没有建立政见 自己没有把学习 学习得很准确的话 都有可能我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是去宣扬这种相似正法 乃之有的人已经非常的就学了 结果呢 他觉得这个也很好啊 对啊 就是以 常常会以利生 这个可以利益众生 反正众生也有利益 有些相似正法 有些邪教啊 有些邪法 为什么也会吸引那么多人 为什么他也会吸引高知识分子 假如他都没有对众生有一点表面上的 我们说刀头蜜啊 一点利益的话 他掉得到吗 掉得到这广大群众吗 掉不到啊 所以你绝对不能以说 哎呀 我这个利益众生我是方便 在经律上啊 佛对方便的开眼 是有某个程度的限制的 你程度没到那里 有些方便是地上菩萨才能够开出来的方便 有些方便呢 是像这个余协师地论里面 有人觉得说他好行使 事实上他是不好行使的 他里头后面还开了很多菩萨 做什么做什么事情 生多功德 但是我们前提 我们在最开始介绍余协菩萨界的时候 我们有讲了 有资格来受持菩萨界的 你去开产那一些方便的 你的前提你是要怎么样 对于本来你所受的七重律于僧文界 不管你受的是五界 菩萨界 巨族界 都什么 性遮都怎样 不管性罪遮罪都要怎么样 成就久以无违犯 可是你对那边基本 根本的那些你这些遮戒的性罪 因为他你已经很久 你都可以手持得很好的 你才遇到众生 你这样的远的时候 你才可以检测出 自己是因为自己的烦恼心 自己的放异而去做的开源 还是什么 你是真为众生 假如你平常 久以无违犯 表示自己对于这样子的行持 这种的性罪 或遮罪的行持 自己已经变成什么 我们上次讲了 戒就是一种习惯 他已经变成你的生活 你的习惯了 所以当我是为众生 而这样子的开源的时候 我是起什么 广大很深的惭愧心 这样子来为众生开源的 而不是一种放异心 我是开源 这是设生方便的 的确啦 众生在这里真的也有得到利处啦 但是这种呢 我们却是什么 不知不觉中呢 我们是现在不是火焰化红莲 不是把三界火宅变成莲花池 现在是什么 我们自己都葬身在三界火柴里面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是被这种什么 这些烦恼啊 这些残劫了 什么捡进去了 所以这个像是正法不要这条戒呢 不小心就会犯到 只要平常对于法教戒律 不明确准确的来学习的话 常常呢 现在这个像是正法非常的风行 就说他会化成化妆成正法 有时候你只要你的对经教 政见的底子不够的话呢 都会误入 都会误入这一个哭啊 所以 例如说他对佛经做心解 这种也是属于世教正法 什么是 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对那个 那一个 某一个法 自己不是很有把握的时候 那 所以 如果有人来求法 我们可以不讲 就不会也是不犯到 对对对 你假如没有把握的时候 你不讲没有犯到 让说你可以给可以给他一个方向 我学的不够精道了 我可以这个有哪方面可以学习 你可以提供他 因为我们讲啊 你听的时候你可能不懂 可是别人听人家也许会懂 所以 我们可以做到的 可能那时候就是提供他刚刚讲的经卷啊 我提供给他学习资源啊 哎 我上次我有听过 我 我 我听的时候懂 可是我不太会表达 我不会讲 我没有懂得很彻底 哎 我介绍给你听 哎 我看哪一个 哇 这个解释的很好 我我没有很很融会贯通 所以我我讲不上来 啊 啊 可以让你自己看 这都是个方法 哦 啊 现在最主要的 现在在讲的这个释教证法 就是说 他对于所 学的佛经 他判解的不准确 哎 所以他就会有所有一有一点点的偏颇了 哎 有一点的偏颇 把他做心解 啊 这样子就会变成什么 释教证法 哦 就像啊 我们啊 中午讲的 哎 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 他就把香菜 他判为是荤的 哎呀 他觉得说 他就是五心 哎 可是我们 当我们去了解到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清楚了 哦 他们当时是因为帝王的关系 所以把道教的五心 把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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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到 啊 那个 啊 敦煌石窟里面 所以人家 不要以为敦煌石窟里面 抄写出来的东西 那些敦煌写本 都是佛教 哎 绝大部分不是佛教 绝大部分 哎 绝大部分都是道教 因为中国是道教起家的 是道教成分是比较重的 而佛教在中国跟道教所占的这个比率 跟啊被洪传的广大 乃至于说普遍到民心的状况之下 哦 是远不及道教的 所以中国最兴盛的呢 啊 儒家 道教 被帝王所开禅开言出来的 啊 道教 非常多的很长的朝代都是这样 反而佛教其实围棋比较集中在某一些地方 某几个点就是我们翻译经典的那几个唐朝啊 就是那几个那几个点而已 常洗常识都没有没有很大的动摇的 其实是道教 啊 所以敦煌石窟当时的进去的那些啊 这些刻进去的当时的年代很长的时间 全部都是在帝王信奉道教的状况之下 所以他里头除了保保保存儒教道教 因为他儒士道三道他们主张合一的 他们全部通通进去 哎 而已道教居多 所以敦煌石窟大体上来说是收入在85侧 就是以尾部啊 不一定是正法 所以不要讲到说 大藏经里面有 你看大藏经 大藏经的哪一侧 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 释教正法 你不要被这个就就就就唬住了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释教 好像很像佛的正教 这样子的法 那什么叫做释行正法 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很像什么 佛法的修行 很像佛教的修行 就把它以为是正法 有一些修行呢 其实他是属于 所修行的是属于 外道法 可是呢 他却把它什么 解释成什么 佛法 解释成是以为这样的行为是佛法 例如呢 他 钻脚打坐 现在很多这些 非常的残良 所以科学啦 量子啦 对不对 然后 来自于网路上一直很流传的 静坐静坐 没有 有在看的 哇 一直残良 一直残良这个 可是事实上 你要看他 诶 静坐 他做的是什么 当年啦 虚映老和尚 虚映老和尚呢 他开始去修行的时候呢 他跟师父请假 他到后山去修行 那他在后山呢 十年 十年他的修行程度呢 他少欲知足 我们会以为这就是佛法 少欲知足 然后非常用功残坐 然后他说 他形容说呢 有果就吃啊 采到果实就吃啊 有水就饮 见步如飞啊 他说身心非常清安啊 见步如飞啊 就没什么烦恼啊 他觉得说很自在 这样子十年 这样十年呢 结果到后来去遇到呢 荣静老法师的时候呢 荣静老法师跟 怎么跟他说 像你这种行径 只不过是什么 楞严经五十阴摩里头的 其中一种而已 以后你即使有成就的话 你以为那个就是佛教 那个就是属于什么 世行正法 你以为那样子就是修行 诶芳华里面讲禅定啊 诶芳华里面讲他扫义之主啊 哇 你就把你抓了某几个点 你就把它以为它是什么 正法 我现在教你 你愿意听你就留着 不愿意听你就走 当时虚印老和尚他非常的谦虚 他就想说说好我愿意听 所以他叫虚印老和尚 完全放掉他过去十年在后山的这些功夫 他告诉他你十年功夫网用 白用了白费功夫 你看就一般人来讲会觉得 这厉害这么厉害这么有成就 可是却是被喝折成什么 因为他是个世行政法 所以他被喝折说什么 外道 这个十年功夫网用 荣经老法师叫他做什么事情 从最基本的穿衣吃饭开始 从头学穿衣 你不要在那边衣服破破烂烂的 也这样子你认为说扫益知足 穿了个吓死人的 只有酷酷那里唯一快吓死人的 头发披长披到人家还以为是魔鬼 没有叫他剃头穿衣吃饭 你就不要在那边不吃饭 在那边吃野果吃喝溅水 这些三溅的水啊 你就是叫他吃饭 然后呢念佛 当时 荣经老法师那边是参禅的 念佛的是谁 然后就让他念佛 他完全把过去的成就 你看重新一张白纸来重新学习 重新从幼稚圆读起 真的是他根基构雄厚啊 谁能够堪忍住十年功夫网用 所以你看很多的 有些事情正法 你的确会有一些很 很渲人的成就 一些很渲人的成就 你也看得到成就 有人在这里呢 就会很难放着这个事情正法 结果呢就怎么样 自己这么说然后也什么 令他受学 当时荣经老上在后山的时候呢 不是有一个修禅的人听说 后面有个隐居的高僧 在那里修行你去参学他 结果那个参禅者呢 那个参学者去的时候 跟他顶礼请他开示 哇他发现他不知道跟他讲什么 才发现自己的这种不足啊 还好虚扰上真的是根基很好 很牵下 他都可以反过来请教来跟他请开示的这个人 我在这里十年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啊 我突然被你这样问我发现了我一无所知啊 那请问我现在谁可以救我谁可以来帮我 哇那那时候那个参禅者才跟他讲说啊我到处参学啊我自己也是不懂啊 啊不过我这样参学过程我知道有个荣经老法是因为这样子要把他介绍过去的 哦所以我讲了哎你看因为薛拿撒他没有把他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呢啊 啊认为是渲人所以他没有令他受学啊 假如他认为觉得哦自己这样子好棒哦自己这样子刺行的成就打坐放光清安 哎打坐啊即使你真的放光啊你清安那个都还是什么外道法 那都还是外道法嘞啊你静坐哦你立刻什么哇能量科学你立刻在这个能量场上产生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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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是什么 世行正法那个都谈不上佛法的修行佛法的修行是要叫我们什么 不是那一堆光亮是要我们什么不要被这个绑架那才是真正的活法 假如你做的这些世行正法呢他都谈不上对这些的降服乃至于断除的话呢那都是一个什么世行正法 所以禅定有的人常常都换哎这里是禅修班某某禅修班这个是叫大家哎大家进去禅修的确立刻有静心的感觉 立刻比较舒适啊立刻呢哎你本来一个很波动很散乱的这个烦恼呢得到平息的时候也许你的这个烦恼也会比较平息一点 但是你要看看他所教导所引导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来对峙你的烦恼还是暂时知什么让你静静心然后再来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哎我们讲到什么叫做世教正法哎他就开始参了世教正法了把佛经把这些禅定什么哇 真的进了以后然后你现在就开始要来什么我来观想什么样子的修行然后做什么双修做什么哇就开始引到邪法去了出轨就出在那里所以为什么叫做相似就是其实他跟佛法就是有重叠的地方有重叠的地方然后可是他在重叠到某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从那边怎么出轨了他就不是正法 所以呢这个世行正法也是一样因为他自己这样子的来修学啊自己修行啊然后他以为这个就是佛法的修行啊他还什么交给别人啊交给别人让别人也这样子来受学啊那自己呢就是觉得什么哎很有成就这个是我的修行成就 所以他在这里其实呢这种选人的成就里面啊他这边他就夹杂了一种烦恼 选人成就令他受学 觉得自己这个成就嗯都好快点我快点给你搞 这里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烦恼心所 教嘛 因为你觉得这个是我修行的这个就是了这个对了 我会了我会了我懂了我程度很好我我会了我教你 所以在这边有没有看到爱乐有没有看到爱乐下面这件事情宣说开示建立向事正法 所以他这种爱乐呢其实他就是含着什么交曼的心在里面的我懂了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诶,这修行,我很有经验,我教你回 这个会经过什么,经过什么 你只要这样子做就好了 其实他有什么,交慢在里面 你看他把非法 把非法,把它认为是法 把这样子的一个 错误的修行方式 他把它以为说 是一个正法的 修行的正行 所以呢,他本身也是一个什么 邪戒 所以这条戒呢 他牵涉到的我们两个的烦恼 其实就是交慢跟什么 邪戒 就是慢跟邪戒 我们的根本烦恼 就是慢跟邪戒 所以呢,你看 他对于这样子的相式正法呢 他是怎么样的 爱乐 很喜爱,很乐于做什么 乐此不疲 乐于做宣说开示建立 所以很多呢 他开始这样子自己弘扬这种相式正法 现在其实我们不举例 很多必必皆是啦 现前时下的都有 不只是宣说开示 最后呢 还会什么 自创一格 建立自己的学说 所以有一些 这些相式正法的这些 这些 写法呢 到最后他们又什么 又分裂成好几派 其实就是他们各个就是什么 他爱乐宣说 开示之后 他又什么 从中又什么 建立自创又新说又出来了 可是假如佛教我们的会不会这样 没有啊 佛教我们的不会这样啊 我们所学的东西都是什么 承传佛说 生保 只是什么 转述 转述佛说的教法而已 去采扬 把佛的经教的这些内容 把它什么 宣说而已 传戒 我们的德戒是谁 本师释迦牟尼佛 是从佛陀那里 我们只是什么 引导你这样子来学习 这样子来传承 这样子而已 只是一个教导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 他说呢 相式法呢 或智信节 或随他转 或智信节 就是刚才讲的 不管你是施教正法 施行正法 就是自己呢 这样子 不如理作义 自己是因为怎么样 为什么会这样子偏斜掉 就是不如理作义 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如理思维 如理作义 所以我们学习经法 或者是戒律 就是一定要依经 依教 依律 不能自创一个自己说 或者是什么 用佛法 用经典 用戒律上的名词 四说心语 自己就引到生活里头去 去下沉 就是对一个字言 一个用词 都要把它懂得很精准 那我们在谈吐 在谈论的时候呢 才不会把它误用 所以误用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是连自己都不知不觉的变成 试教或试行出来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如理作义 假如我没有如理作义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 你并不是故心 一开始的发心 并不是故意要违犯这条界 故意要这样子做的 可是却不知不觉 把自己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就违犯了这条界了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一定要学得很透彻 才会知道说自己是怎么样学 怎样来做 所以他说或自信解 表示自己不如法 不如理作义呢 对于这个非法的 我把它认为是法 所以可以知道呢 或自信解 表示说自己本身就是什么 哎 自己本身就是这个邪师啊 你就是一忙隐群忙啊 自己是这样子 所以自己本身是邪师啊 你就一忙隐群忙了 或随他转 或随他转 表示你是什么 你是依附别人来学习的 是别人在产阳 事教或事情 你当他的什么 去当他的罗洛 帮他产阳 协助他 表示自己去当他的什么 邪师的弟子 去当他的跟班 去跟着他学 所以他说随他转 就是其他的这些邪师啊 其他的这些 产阳 事教圣法的这些人啊 结果呢 他在那边呢 产阳 我就去听文 听文以后我就随他转 然后我自己也起邪指 所以以上这个啊 不管是自己一忙一群忙 或者是别人引自己往邪 这个邪教里头 钻啊 那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是明第四他圣处法 就是这第四个啊 被什么烦恼所圣服 焦慢跟什么 邪见 这个就是菩萨呢 被焦慢跟邪见的烦恼所圣服 所以才会怎么 爱乐宣说这些像是正法 以上啦 如是明为 这个就是叫做什么 菩萨的四种他圣处法 就是这四 这四 以上这四类啦 这四条呢 就是被这四种烦恼 说四种其实是五个啦 四种烦恼 所圣服了 从第一个是被什么烦恼 贪嘛 第二个 千贪 千烦恼事实上 他是谁烦恼 他也是什么 也是贪 那第三条呢 是什么 憤 其实就是什么 撑 那第四条是什么 慢 还有邪见 所以现在是不是 贪 撑 慢 邪见 中间其实通通夹杂的什么 烦恼吃 所以这四种戒呢 其实他主要呢 是从我们的什么 真的是根本烦恼所 所违犯的啦 根本烦恼所违犯的 而且是一个很重 在经上讲说 在论上讲说呢 重够 还有刚才讲的 这个烦恼的义名 够 这个也是指烦恼 重够啊 这些重够烦恼呢 好 而让我们违犯这个戒的 我可以回到第三条吗 好 你说 第三条他有 他说由奋必顾 加乙 手足 坏事 到这样等等 对对 那假如说 你只是心里不高兴 那个奋是 心里面 不高兴 或者是 不高兴再多加一点 用口来骂 对 那犯不犯 因为没有 你有动到打人啊 或者是用 哦 这里不是剧组 全部通通有了 例如说 手足又快食 刀杖 又垂打 又伤害 不是全部通通有了 才犯这条戒 你任何有一个 就犯了 例如说你看 不止发起 出言变起 表示说到发起 出言的时候呢 表示说 对于这条戒 是什么 没有犯到根本 但是你已经有犯到 从前方便就开始在犯了 你是犯的比较结清 什么时候会犯到根本 就是 哎 后面的 手足 快杖 刀死 垂打这些 你有其中的一项 你不用全部通通有 你有其中的一项 这样子就什么 你看 有这样子 他犯到根本 还要加上后面 那个 内怀猛利的愤恨意乐 有 就是 他对自己有所违犯的时候 他来见谢 不管来成见或者毁谢 我是什么 不受不忍 而且不舍怨解 这样子呢 就会犯到根本 那 跟我们说 犯到根本 这就已经是有 身口义三样在里头了 对 那如果只是 义 不犯到根本 那 还是犯 只是 不是犯到 对 没有犯到根本 等于 你还没有犯到 根本中介 就是 还可以忏悔啦 你用评重对手忏就可以了 犯到根本呢 这就必须要取向忏了 因为 菩萨戒呢 是有受法 没有舍法 他是敬畏来记的 所以他不会说呢 就 你就 就 就没有了 只是说你 你这样子 施菩萨法呢 你就必须要什么 忏悔 你必须要忏到见好相 才能够呢 再秉持菩萨戒 跟僧文戒不一样 僧文戒假如 仲介犯到根本呢 那他等于 他就没有 因缘再来持守了 所以呢 他说呢 我们接下去看 菩萨于世 他胜处法 以上的这四条仲介 我们在最初第一堂课有说了 于且戒本 为什么仲介只列四条 原因是他的基本条件 就是于驱众戒 于驱众的声文戒呢 已经成就久以无违犯 所以表示前面那其他的菩萨戒 有的那六条他都什么 都是OK的 表示那六条犯不犯都不犯了 所以他这边才只讲这四条 于是他胜处法 随犯一种 所以随犯一种 后面可以加一句 即师菩萨法 就是随犯一种 这四条不是全犯了 才撕掉菩萨法 你只要随犯你任何一条 随犯一种 他就撕掉菩萨法 更何况你犯一切 更何况你四条全犯 那假如违犯的时候呢 他就什么 不负堪能于宪法中 宪法就是现在生啊 就是宪生啊 没有办法在宪生里面呢 这个加一个逗号 不能不负堪于宪法中呢 增长射受 你能够增长 然后能够射受什么 菩萨广大之良 我们讲到菩萨广大的菩提之良 因为从这边呢 其实他从仲介里头 这里就是要准备 要开眼出陛下 会障碍我们六度的境界 啊 这个菩萨的广大菩提之良啊 嗯 我要怎么写掉 啊 菩萨 菩萨的广大菩提之良 菩萨的广大菩提之良呢 我们假如就把它分类分两类来讲 会是什么 菩萨将来表示菩萨叫佛子 佛的孩子嘛 以后要什么 成佛 啊佛叫做什么样两族尊 菩萨 对 菩萨 所以佛基人是菩萨都两具足 所以你现在要成为佛子之前菩萨 你就要累积什么 菩之良跟什么 会之良 所以他广大的菩提之良 其实主要就是什么 指福跟会 好福跟会 我们要累积这样的一个资良 所以他说呢 假如我违犯前面的这个侍者 这个他胜处法 谁犯一种呢 就没办法在现身中 去增长广大这个 因为那都是根本烦恼 都没办法相符啊 基本的没办法做好 你怎么去做这些福会资良 那这个福会资良呢 所以这个福会资良的这种累积呢 我们要从哪边去累积的 从六度去累积的 其实广大福会资良 其实我们要从哪里去修行 六度 所以这从四种他胜处法里面 就要开演出后面的倾界 要什么 哎我们讲到菩萨要轻重等持 好那我们现在做连连看 把你立刻就想得到的 立刻就连得起来的 先连起来 真六度跟福会 怎么连 布施是谁 哎对 布施得福嘛 啊 持戒呢 哎我们说持戒生好处 哦 所以其实持戒他也是一个什么 其实他也是福 忍入呢 对对忍入也是福 我们说忍啊 忍是一个大忍法 忍有大福利啊 所以呢忍呢 也是什么福 那精进的修学呢 精进的修学是福还是会 可以养药吗 对啊可以养药吗 答对了 福跟会都要什么 都要精进 我精进的话呢 修福修会 那禅定呢 我们由定可以怎样 哎 发挥 啊我们在禅定里面 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到你 这个定之良 是什么 生活中的这些 所有点滴这些 通通都是累积 你修的这个 这些是不是 哎 是 所以禅定里头 其实他也是包括什么 福跟会 那智慧呢 想当然了 他就是指什么 会 所以我们让让这一个表 我们再清楚一点 不要这么乱 就是这样子 表示前面这三个 都是什么 福 对不对 啊这个是会 那这两个是怎么样 福跟会 什么 都有 所以这边讲的 啊 我们要在现身法中 我们能够增长 摄受菩萨的广大 菩提之良呢 就是要什么 福跟会的修行 那福跟会的修行呢 啊 讲细一点 其实就是什么 我们六度的修行 所以呢 于他 四种他身复法呢 随范呢 就没办法现身中呢 去增长福慧 不复堪能于宪 不复堪能于宪法中 没办法在宪生中呢 啊能够什么 哦 意乐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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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指出地 啊 出地 出地呢 欢喜地菩萨 他又叫做清净意乐菩萨 哦 所以这个意乐清净 其实就是指出地 意思就是说呢 假如我违反了这个四种他身复法的话呢 我现身能不能啊 证得出地 没办法 哦 而且呢 就施菩萨法 也不能叫楚菩萨 我们在受菩萨界的时候 会问你是菩萨佛 啊 我们回答是菩萨 表示这个 我又施菩萨法了 哦 所以现身里面呢 我没办法增长福慧 然后现身当中呢 我也没有可能说能够登出地 啊 哦 所以他说是及名为 这个就叫做什么 相似菩萨 你是有其他 他没有否定说你其他的菩萨行都没做好 可是你违反到根本的这个仲介 所以他只能叫什么 相似菩萨 表示说这个菩萨的根本你没持好 所以只能说 你虽然你还有其他的菩萨行 你还有这些清界啦 这些菩萨行 可是你这时候只能叫什么 相似菩萨 非真菩萨 不是真实的菩萨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过来倒推回去 刚才讲了 我们这四种他圣处法随办一种 所以就不能够现身 啊 把什么 菩萨的广大福慧之良具足 不能够现身 正德什么 欢喜地 所以假如 反过来说 就是说假如有人能够清净受持菩萨的戒法 能不能于现在身中去正入意乐清净灯欢喜地 可不可以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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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叫做九瓶 贤令登彼岸 对不对 往生九瓶 所以三导大师判说呢 九瓶往生都是谁 凡夫还是菩萨 凡夫 凡夫 净登了 这个九瓶 啊 那九瓶生在啊 啊 假如就知者大师分叛里面呢 仕途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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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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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仕途嘛 那假如说我现身 我把菩萨戒吃得非常的清净 我清净的受此这个菩萨戒法 我也一样念佛 我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也很如愿的 你信愿具足 哎 然后往生到净土了 你可以到哪里去你知道吗 哎呀上品那个师还在凡夫 你可以到哪一土 出地在哪一土 对对对对 地上菩萨你就会什么 净登十报庄严徒 你可以到十报庄严徒 哦 所以是要受持这个菩萨戒 我们好好的手持啊 非常庄严的 真的是非常的庄严 所以我们 反复往生净土 不是停留在只有九品而已 我们努力在这边呢 这样子的来修行呢 都可以什么 都可以净登十报庄严徒的 再来即使你没有在现身 你直登十报庄严徒 但是我们有讲过了 以前我们讲 无量受精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修学无量受精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讲到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是不是能不能往生 往生余佛要看什么 信念有无 对不对 心愿有无 啊你往生的品位呢 靠什么 持命功夫 对 持命功夫 的深浅 品位高价在持命功夫的深浅 我们那天在讲戒学 在讲定学的时候 我们有说过啊 这个定资粮 你怎么样出来这个高峰经验 谈定的高峰经验 是不是要靠什么 的累积 对对对以下这个 定资粮的这个累积啊 这个累积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 种种的什么 不管你是生活里头 你的种种的修行 所以我们在这里之后 我们最后有跟大家共勉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 气舍任何 一个经验 即使是个失败的经验 他都可以让我们堆叠成一个 成就的一个高峰经验 同样的 我们在讲这个时候 你还混在回溯 因为我们学习一定要上融会贯通的 我们那天还有说到 佛在说法的时候呢 博以音音说法 当时呢有人一听了以后就什么 正出国 有人一听就正四国 在那个大城的经典里面 有的人一听就怎么样 静登出地 对不对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们都是什么 很含糊笼统的 根基不同 根基拿来的不同的 其实就是你平常的累积不同 你平常累积什么东西 你要现在给你一个姻缘 开悟的高峰经验 你就能够什么 你能够冲多高 同样的 我的品味高低 我持敏功夫深浅 假如我再加上什么 我再加上什么 菩萨界 我往生信愿有啦 我一定往生到极乐世界的 我不只慈敏功夫有深浅的 然后我再加上有菩萨界 清静 我这样的功夫 可是我的功夫 还没雄厚到 可以静登时报庄严徒 所以我因为慈敏功夫的深浅 那里面呢 我是在凡圣同居主 我到那里去了 比如说呢 哎呀我勉强 我还有手持八关在戒 所以我还有什么 中品终生 好了中品终生啦 女生很像刚刚有人敲门的事 好棒喔